马路上一辆轿车和机车直接撞上 接着往前推撞到路旁的货车 民宅门口也遭受波及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机车车可四散 白色轿车撞上门柱 车头凹陷 还波及到两辆车和四辆机车 巨大撞击力 机车骑士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紧急送一抢救 依旧宣告不至 早上店买早餐 然后听到痛一声 就刚好被他撞到什么前面 碰了很大一声 有人仰在车底下这样子 一只鞋子喷到四楼阳潭 上午九点多33岁 苏信驾驶开车 行进台中市北屯区后撞路上 和62岁现行骑士撞上 骑士被救出时没了心跳 男驾驶则是右大腿骨折 两人双双送一 以四床红灯 与另外一步连后撞期间之行 绿灯之行的机车发生碰撞 警方指出驾驶就撤职为零 肇事原因以及相关责任 还得再进一步厘清 惊悚车祸夺走一条宝贵性命 记者陈广瑞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导 以后准备意放好心跳加车祸封